为了提供非主流电影更多的放映空间 师傅在中区打造一座台中式影视艺文空间 中山73 预计在二楼可以设置大约可容纳40人的放映空间 采用戏院等级的影像设备 一楼则提供音乐和艺文展演空间 市长林佳龙这天也前来视察工程进度 预计在10月底试营运 完工后将是台中第一座DCP非商业放映空间 仪式发展基金会执行长相市长林佳龙 以及贵宾介绍中山73未来的规划设计 这栋两层楼的建筑将要打造成台中影视艺文空间 从三月开工后 工程正如火如荼进行 希望能够赶在10月底进行试营运 这个中山73的一个选择 我们一直锁定的是老市区 我们希望带回来更多喜欢看电影的人潮 那也可以让台中的影视音的文创产业 可以跟市民大众发生更直接的关系 培养民众观影的兴趣 让非主流电影也能够有展露头角的机会 市府争取到文化部补助 将中区原有国有财产署的旧房社重新整修 一楼规划音乐以及艺文展演空间 二楼则打造可隆纳40人的专业放映厅 中山73其实这个规划最重要的部分 应该就是我们的放映室 那我们放映室的规划其实是以2K的TCP 就是所谓的数位拷贝的方式来规划 那它可以放映所谓的现在线上多数的影片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的座椅也是以所谓的比较舒适的影院座椅来安排 然后座位空间目前是以36个空间为主 那其实也蛮适合就是所谓的这样的艺术电影的欣赏人口 那希望慢慢培养 基金会表示未来完工后将专门提供艺术纪录类等非主流电影 成为台中首作TCP非商业放映空间 不仅能够培养多元的观影人口 也将老挝活化重新找回中区的观影风华 接着常抓台中常报道